首先我自己经济确实不舒服 然后就小姐没推荐嘛 说她这边这个做得蛮好的 那我就说那试试看 那交了十次的钱 她也不便宜的 六千八十次的话 那就六百八一次是不是 主要是交钱那个时候 她没有任何的说签字啊 主要是她也没有凭证 也发票也没有 这家杭州和睦邻中医馆 开在拱树区兴桥街上 孙女士说交钱之后 她和商家相互约了一次 都没有约成 后来她生了一场病 考虑到离家太远 她想跟商家协商退一部分钱 她直接说不能退啊 她说不能退的 她说你都不看看多久了 就她首先她的态度就是 从一开始就很生硬的 她主要是不愿意就算了还骂我 我就莫名其妙 突然说我有报应 我不知道我是没有报应了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蛮严重的 你骂你去吗 我没有啊 她直接我想发过去的时候 已经她把我直接撕删掉了 我诉求就是她道歉 道歉 我现在就是说你钱不推我 你也要道歉 就是这口气在的 那我也没有说要求很过分 说你必须留钱把全晚退我 是不是 这家店摆放着营业执照 工商注册名叫 杭州市拱树区和睦林健康咨询服务部 经营范围市健康咨询等 怎么当时没有协议 因为他没有要求我给他发票 他走了时候他就转给我 这个需要我要求吗 一个店家商家他说我要求 你说你几年前的卡 你来与不来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的消费和你的行为 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买单 一下子就十几条鱼音 一下子就十几条鱼音 我就反复地我就跟他讲 我说真的退不来钱 我真不好意思真退不来 后面他嘣 美团上给我条插屏 你这个差别是做的 是非常过分的 你为什么去美团上 你不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不理我 我才去评 评了之后你就来回我了 我是一个消费者 他说我有报应 你消费者你去从 我没有消费 他还说我有报应 去伤害一个店家 你就是 季老板表示他能开发票 也能出具协议 孙女士的信息他也回复过 卡退不了 可以继续用或者转给小姐妹用 但之后一忙起来 就没有及时回微信 孙女士觉得是季老板 故意不理他 他才去相关平台写差评 季老板说 他是看到差评 踩在微信说会有报应 就因为一个差评 他可以人身攻击 你说说看 什么叫人身攻击 都在 你说我 什么这里不看抑郁症 什么 你这已经算是了 什么杭州地区人民医院 让我去杭州地区人民医院看 不用去他的店里看 这种是不是人身攻击 你有我的什么报告证明 医院证明 说我是抑郁症吗 什么叫我就是抑郁症 你现在还在说 我为什么抑郁症 我说我有抑郁症 为什么要给我这差评 差评是会看到 我说你看到消息不回复 现场双方没有谈妥 孙女士后来反馈 季老板的朋友出面协调 退回了5000块钱 她也答应删除差评 18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宝费 宝费 入口 开 M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